為甚麼是這個禮拜天才洗頭呢? 為甚麼是這個禮拜天才洗頭呢? 說得對嘛, 你知道搞個宣傳計劃吧 已經搞到我整個禮拜沒搞好婚了 黃先生, 怎麼樣? 當然是賺我 他這個禮拜好像很開心 算好了, 再搞一間婚公司 有甚麼不開心呢?不關他事的 他公司也有份的 他還叫我李成為總經理 前面就是了 你給我餵老虎 你給我餵老虎 那你有沒有碎銀? 我看有關 對了, 我買完東西回來見你 一個多小時就好了 行 櫻雪 這麼巧啊? 是啊 阿鑫進去洗頭 是啊 我還要去那隔壁超級市場買些濕碎的東西 你呢? 最好嗎? 我回家 啊 那一家 pres 都好嗎? 怎people 算是好 對不起 如果不受兩頓算是好 那我一向都挺好 現在你精神上一定得到很多 再見 再見 看看買了甚麼 今晚有酒喝了嗎? 這麼好買一條魚 這是甚麼魚? 石斑又不像石斑那樣 放一條魚在那裡, 怕怕焗傷它嗎? 今晚究竟你煮還是我煮? 隨便吧, 上車吧, 買一條魚臭 你幹甚麼?為甚麼走這條路? 我問你今天做甚麼? 上車半天, 你一句話都沒說過 你是不是想我不停說話? 不用了 我只是希望你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別想著別的女人 你不要誤會我 我沒有誤會到 我剛才也看到她 你現在心裡還想著她, 是不是? 我有沒有說錯 我總是覺得我欠了她的事 好 你覺得很對不起她 你覺得很內疚 那就是說 我們今晚會吃一頓很悶的飯 真是滑溪 那你想我怎麼樣? 我總不能夠連等陣子都控制了 我先送你回家 下次等人吵架 那你現在算不算吵架 江, 這麼早回來? 江先生 是呀, 阿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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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很久 來了一會兒而已 姑姑特地來探望我們 我看過那天阿泰 琳琳琳搬出來 我又不太放心了 所以特地來看看你們兩個寡腦 看看能不能搞得好 有心 對了, 姑姑, 娘沒甚麼事 娘有甚麼事 她都不知道死的 撞板就先燙燙身 爹地現在還在生阿哥 你姑長這陣子 整天在家裡嬰嬰嬰嬰 又說這個對不住 又說那個對不住 整天摁得我心都緊了 對了, 有心 你們的經濟會不會有困難? 你有心了, 江 暫時都沒甚麼事 有興頂了出去 還清債我還有多少拿著 娘自己就有份工了 那... 節省一點, 暫時都可以先洗著 媽媽, 不如我找一份兼職吧 對了, 你們兩個幫我留意一下 看有甚麼適合我做的 反正有空而已 不妨礙你讀書 我們現在讀高班, 課數比較少 做一份工作又可以賺錢 又可以學東西, 挺好的 阿靖 你現在真的好像長大了 現在這陣子的家裡發生了這麼多事 她都應該生性 長大了女兒就知道了 是嗎? 太太 我真的想找一些生意去做 你跟我想想 阿靖, 你說 有時候之間我想不到有甚麼好做 如果突然有甚麼搞的 我就給你們一些意見 找些事去做 有叔叔有勢 別危了, 賺多賺少 都希望有多少幫幫幫一下 不用坐食山北, 你說是嗎? 姑姐, 關於有興那件事 你為我對姑娘說聲對不起 算了, 太太 還提來幹甚麼?不會有事的 我心到現在還是很不安心 以後爸爸想通了就沒事了 你不要經常記在心裡了 所以我沒記住 我好像沒記住 我幫我 beloved 那是演出蝸蝸蝸蝸的 你這樣做, 你想知道嗎? 我就是想要去去旅行 你這樣做什麼 我先去隔低 我大概看你 那往外面 我現在已經歸勢了 塊兒 陸三 早上 陸先生, 今天會有兩個新女同事來上班 行了, 謝謝 謝謝你, 羅茂怡小姐 我是盧永泰 怎麼樣?今天第三天上班 新環境覺得怎麼樣? 覺得很悶, 今晚放空我來接你 剛剛上班就覺得很悶 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進到這間超級市場 我就覺得身體不舒服 好像沒有一個地方可以站得久 你還經常記住以前的事嗎? 或者是 好, 等一會早點來了 再見 再見 華仔, 你幹嘛不打? 我見 這麼快就來到 又是你叫我 我跟主任說一點話就行了 你跟那個小孩玩一會兒, 好不好? 華仔, 這個哥哥打冰冰球很厲害 他陪你玩一會兒 我很快 你叫什麼? 我叫陸永泰, 你呢? 你幹什麼? 我就來陪你打冰冰球 你先打冰冰球 還是我先打冰球 你先打冰球 你來哄我說話就行了 雪太太 來吧 你這個臭小孩 吃碗面, 反碗底, 賭良心 你錯出來不是我收留你嗎? 你睡街邊 你兒子, 現在把我惹走了 搶了我昭吉士祥 你… 你有人勝… 你… 你知道了, 香港的官市民 對越南難民印象很差的 我很明白這種心理 所以我不會硬性規定 你們誰去誰不去 我明白的 總之就是自願為原則 你們誰願意去我就派誰去 究竟現在有多少人報名 吳主任, 我很想去 不過我要告訴你們, 那裡很辛苦 難民營多數是不夠人手的 而且那裡的難民又... 你知道了, 他們在這樣的處境 一定很苦悶的 每次都鬧情緒的 我知道, 我不怕辛苦 我自己也試過走投無路 我很了解那種心情 那好極了, 等我們安排好 我就通知你去那邊幫忙 那我先走了, 再見 阿泰,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華仔走了 是嗎? 我想跟他聊天 叫也叫不到 你還是不做社會工作的 我們只是打打乒乓球 也會嚇人家走的 不是的 我跟哥長班的小朋友聊得來的 對了, 那現在怎麼樣? 沒事的 最多是回家了 是嗎? 其實他很可憐 小時候就沒有了爸爸媽媽 只有兩個叔叔 他那些叔叔又多了小蚊子 常常把他打球 這裡住半年, 那裡住兩個年 我請你吃飯 來 幹嘛這麼開心? 升職嗎? 你以為像你這樣嗎? 遲些我就會調去賴民那裡幫忙 這樣也這麼開心? 你忘了你有個朋友 也是從別人來的嗎? 我沒有忘了 不過你覺得 我們自己也想不到自己嗎? 看情形吧 哪一件事要急需解決的 那當然先做了 香港本身的確有不少問題 但不等於我們不可以幫人解決問題 要不然你可以解決我 不過我現在還在想一些無謂的事 這頓飯應該是我請的 我開解你, 甚麼時候? 剛剛 剛剛? 本來我是來想跟你說 現在看上來, 我自己的錯節 又算是甚麼? 我今天怎麼想 did 離開我 你很想跟雨的人 不是, 我覺得你會聽到嗎? 因為我買了 他行發如果我吃吃 看你吃這頓飯 如果你買了,我買了 你買了, 還是去吃這頓飯 吃飯和吃飯和吃飯 我忘了這裡吃飯和吃飯和吃飯 為甚麼今晚你好像很開心 我想通了嗎? 等我吧, 可能是羅匯元 喂? 麻煩江先生在這裡 請你等一等 哥, 你的電話 問他是誰? 請問你是誰? 我是韓映雪 韓小姐 對不起, 他還沒回來 好, 他回來, 我叫他給你電話 晚安, 再見 為甚麼不接他的電話? 我不想接 他有沒有搞甚麼事? 你是吵架嗎? 我幫你幫忙嗎? 你最近好像有很多心事 到底有甚麼事? 我能幫你嗎? 你可以幫得到我便好 你可以幫得到我便好 叫他明天一起接我出奇輪 媽媽, 你又去做甚麼? 現在我們有我們做 你包庫有你包庫我們做 那當然要搞錯所有事才行 你們不是簽了紙的 那等爸爸跟庭初做就算了 你別管了 你打吧, 媽媽有分數的 你別管了 好, 好了 好, 好了 那我明天來馬 好, 好了, 休息一下 甚麼事? 又是麒麟的事? 看起麒麟我就怕了 爸爸媽媽經常為了這件事怒氣 你再不回去, 他們更加怒氣 我真的不用這麼早回家 回家當然讓媽媽餓 不是我六伯母, 就是我媽媽 不是叫我看著這個就看著那個 別這麼嚴重的 我相信是 聽她說的 是真的 媽媽什麼都要理一大餐 好像阿桑有沒有跟乾涼生吃飯 都要理好 我快就像聯邦物探隊似的 阿桑跟乾涼生的吃飯 關她甚麼事?她又理好嗎? 甚麼不關 大家姐喜歡乾涼生的 如果讓媽媽知道 阿桑跟乾涼生也好 那你說是不是氣死媽媽? 你又關不關媽媽的事? 阿桑,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阿波林她… 我看得像 簡直是 我甚麼時候說謊騙你們 是阿哥經常說我亂說話而已 我告訴你, 你千萬不要在媽媽面前 說三、四 你以為我是媽媽嗎? 怎麼會這麼巧呢? 上次阿董新爺也是這樣 這次阿光良生也是這樣 波林知道嗎? 我叫她小心點 但是她是口硬 常常說 或者是跟乾涼生聊天公司的事 那樣 真是怨熱 其實乾涼生這麼好 你就是女人也不知道 我真的明白 她倆為甚麼對乾涼生這麼好 有時候人家的好處 你未必看得出來 有甚麼好處 鬼子這麼老套 真是讓我破裂不下 是 感情的事不是說抵不抵的 你和我都是第三者 沒有權力去批評別人 但是她每次被人搶走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我更替阿沈不抵 阿沈有甚麼不抵? 她每次贏了 是呀, 她每次贏 但是每次做醜人 每次被人罵, 不夠慘 阿沈, 阿沈 你經常是手指咬出不咬入的 請進來 好 韓先生月下午才能回來 謝謝你 不用 韓先生, 有沒有留下的文件? 有的, 你等一下 這份是 韓先生還說的話 如果有甚麼不清楚 你可以問韓先生 不如我叫韓先生進來 好, 麻煩你, 呂小姐 不用 一天查到刻, 不知道是甚麼意思 誰查你, 媽媽 你媽媽 又帶庭出來查我們的錢 你這個大哥, 手指咬出不咬入 專門幫人家 媽媽, 別說是幫自己爸爸媽媽的 說起來, 你這個爸爸也是這樣 不知道是多怕的, 媽媽 這就是媽媽的錢, 媽媽的口 我也不明白為甚麼 為甚麼他生了兒子這麼滿意 你現在去哪裡? 我去看看大哥和媽媽 其實這些計劃都是當初那個人訂出來的 後來都改了很多 後來都改了很多 只有這麼多 麒麟那邊就是這麼多 媽媽 媽媽, 不如這樣吧 你拿齊了文件給我 讓我拿去會計師那裡做筆帳出來 那真的不好意思 要你爸爸來多一趟 老太, 你別這麼說 這些是我應該做的 下次如果我們有甚麼不明白的 又要麻煩你再說一次 我一定會 謝謝 我先回去 麻煩你 謝謝 媽媽 媽媽 甚麼 媽媽 我以為你不喜歡光亮身 是, 媽媽 一開始你不是說要炒光亮身魷魚嗎 是呀 為甚麼現在對她這麼客氣 其實媽媽 並不是你們想像中那麼固執的 那你就是不反對她和大家才走 那你就是不反對她和大家才走 沒有了沒有了, 我亂說而已 算你了 怎麼這麼空 你去找馮在文嗎 你知不知道 剛才我在公司 看到一個很動人的場面 甚麼事 媽媽接見光亮身 媽媽又罵她 才不是 媽媽對她都不知道多好 又不改前又不改後 我和哥哥整個都呆了 是 你說反話, 是不是 為甚麼你們都不相信我 媽媽還說 以後都不妨礙你和哥亮身的事 你們倆喜歡怎樣就怎樣 為甚麼 好像一點都不開心 現在才說 遲不遲 那你以後和哥亮身走 就不用顧忌了 你們倆最近怎麼樣 都叫你主動找她聊一次 你不知道那麼多了 我甚麼不知道 你怕阿San 連Petty也說替你不值 好嗎? 好嗎? 放空了 你們看甚麼? 把麒聯的文件拿給阿初 都在這裡了 你清早上班之前 就順便拿阿初寫字樓 就這樣交給他就行了 是呀, 其他那些事 阿初就會跟江山聊的了 我很久沒見到田初了 是呀, 你去他們坐坐 聊聊聊, 玩聊那樣 很久沒見你跟他們打網球了 不如待會兒我和他們一起吃晚飯 好, 你去吧 你去吧 進來吧 可以走了嗎?江山 生氣完了嗎? 我又生氣嗎? 不是生氣那算了嗎? 是我覺得上一次我們兩個人的情緒 是應該分開一會兒冷靜點想一下 那現在又算到甚麼情緒? 現在是慶祝我們度假村 第一期工程員工的情緒 嗯 快點, 走吧 不然待會兒買不到新鮮石斑 你做幾個條石斑了? 當然了, 我放在冰箱 放到現在? 要不然我一口氣怎麼燒? 那你開口說不是生氣? 是氣, 不是生氣 氣上心頭就是生氣了 氣還氣, 生氣還生氣 好, 我不跟你玩運之後去 我去看見你了 是呀, 我停初長, 搞分公司的事 分公司就已經簽了紙了, 還搞? 停初長, 查一下杜家昌的計畫 還有甚麼好事? 他們是搞生意還是自行生意作對的? 你怎麼這麼緊張?他們不會鬧你 我緊張 你怎麼這麼緊張? 你好 江先生, 怎麼這麼巧? 很少見, 自己買菜嗎? 是家菜而已 請客嗎? 不是呀 Porsha今天晚上要吃飯 這裡了 好 一會兒吃完飯就去你玩啤牌吧 好, 看看怎麼樣 他們好像說想看電影 爸爸, 你現在煮菜很棒的鷹姐 你這麼大頂膏嗎? 我幫你, 先坐一下 我去拿這些水果出來吃 幫幫你的手 不用, 切水果是誰幫忙的 先坐一下 這張表面不錯 我想你手中 幫你聽聽 好 你怎麼知道, 你知道誰在旁邊嗎? 郭良先生? 當然了 我真的擔心他們兩個 過天打拳牌的時候碰到精 大哥知道嗎? 我哪有時間告訴他們 Paul 你先來的嘛 你知道你哥有時候沒有碰的 讓我告訴大哥 你怎麼說呢? 最近你們三個去哪兒玩多? 我前一陣子就出海釣魚多一點 這陣子多數躲在家裡打牌 現在Pattie就上了德國叫快恩 是嗎?她整天都輸的 說得好笑, 她越輸越想玩 越玩越希望下一局自己會贏 結果都是自己輸 整天都是你們三個玩 我不喜歡玩的 整天都是你們兩個怎麼玩? 不是, 我們常常叫阿San過來玩 不是常常, 試過一兩次而已 阿San玩牌不錯, 很聰明 是嗎? 不如現在叫他過來教我吧 好, 我打電話給他 阿哥, 我想你不懂得打電話給阿San 怎麼了? 我知道他去了 有事這麼巧, 我很久沒見他了 還想拿過去探望他 或者現在回來也不懂 我打電話給他 阿哥, 我去看電話給他 阿哥, 她去看電話給他 不如我教你玩吧 我去看電話給他 我去看電話給他 究竟是甚麼事? 你知不知道在江南山在旁邊嗎? 那又怎麼樣? 你打算一路門外嗎? 被Pauline碰見, 她會很難過 她一定會有一次難過 差遲了而已 她是你姐姐 那又怎麼樣? 你這樣做法枉作小人而已 甚麼? 好啊, 我不管 上次Philip的事情 我試過鬼都怕了 我甚麼都不管以後 總之順其自然 怎麼了? 沒事, 打電話而已 你們是不是有事瞞著我? 阿San在家裡, 是不是? 既然他在家裡, 我去探索 不要, 幹甚麼? 現在我不認識他嗎? Pauline 方 大哥, 那怎麼辦? 這些事是他們三個人之間的事 我們加上去只會複雜 任由他們自己解決 我打算覆覆他一個星期, 投擔 然後每天再加點, 每天再加點 不斷地釣釣他們 還有一樣東西可以釣釣他們的 怎麼樣? 把照片拿去吧 你真壞, 吃你就吃了 好 給我吧 當然要租他們 好, 你好, 你好 Pauline 我還以為你去街頭 你也在這裡 坐 我不坐 我不坐 你今天還不是…